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4月9日裁定 该州必须遵守一项已有160历史 早在南北战争时期就存在的法律 禁止任何堕胎除非有必要拯救孕妇的生命 该条法律明定为人提供堕胎服务者 必须被判两年至五年徒刑 这项法条使亚利桑那州成为全美国堕胎法最严格的州之一 最高法院宣判这项裁定后 亚利桑那州州检察长克里斯·梅伊斯 使言只要他还是州检察长的一天 就不会有任何女人或医师 会因为这条恶法而被判刑 他绝不会引用禁止堕胎的法律起诉任何人 也不会有任何亚利桑那州的检察官这么做 民主党籍州长表示 这是亚利桑州黑暗的一天 这项过时的法律不仅伤害女性 而且只会为了女性 医师和全州人民带来混乱 作为州长 承诺会尽一切全力保护生育权 根据消费者报告 当给孩子挑选零食或午餐时 受欢迎的Lunchables 一种预包装的熟食肉 奶酪和饼干盒并不是最健康的选择 因为它们的铅和纳含量令人不安 该非盈利组织对卡夫亨市生产的Lunchables 以及其他制造商生产的类似零食和午餐餐盒 进行了测试 这些产品都没有超过法律或监管限制 但在12种测试产品中 有5种的千货格含量达到加州允许的最大量的50%或更多 这些重金属会导致儿童发育和其他问题 如一份3.2盎司的火鸡和切达奶酪饼干的含铅量 是加州允许含量的74% 那含量是4-8岁儿童每日推荐涉入量的49% 该组织表示 已向负责监督联邦政府援助的学校膳食计划的美国农业部提出申请 要求将Lunchables套餐从学校食堂中清除 卡夫亨市的一名发言人对此表示 许多Lunchables产品都是蛋白质的良好来源 通过肉类和奶酪提供营养 公司已经采取了很大的措施来改善它的营养价值 包括最近与Fresh Del Monte合作推出了新鲜水果 并将所有饼干中的那含量减少了26% 香港九龙一栋有60年历史的16层老旧商柱大厦 4月10日发生重大火灾 造成至少5人死亡 41人受伤 其中6人伤势严重 约150人被安全疏散 据港媒报道 位于九龙佐敦区的华丰大厦 早7点53分发生火警 11分钟变身为香港消防处 根据火警严重性定分的 五级火警中的第三级 在当局出动35辆消防车 和200多名消防员和救护员后 当局在近9点时控制住火室 10点半完全扑灭大火 消防人员说 初步调查显示 大火是从大厦一层的一座健身房开始的 受火警影响 失火大厦附近的迷敦道一度封闭 至少8条80路线需要改道行驶 而地铁左敦站一个出入口要暂时关闭 当局已设立跨部门援助站和临时庇护中心 向有需要人士提供协助 警务处、消防处等相关部门将调查起火 及造成严重伤亡的原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